大家好,歡迎收聽AEA頻道,今天是2021年12月18日 我們先來看看越南出口的情況 現在在紡織成衣的界別 廠家開始不敢再接新訂單 原因是2個,人手不足,運費太貴 當人手不足和運費貴,人手不足當然人力成本上升 買家不願意分擔貴的成本 所以變了時便談不妥 如果沒什麼利潤,甚至有勢蝕都不會再接新訂單 其實海外買家都可能分析過 消費者未必能夠接受更貴的成本 所以在這時候,如果越南廠家不接的話 索性就不要再生產那麼多 再加上現在最新的變種病毒 在歐美的地方流行起來的時候 都會影響到社交活動的進行 所以算是會令消費不太樂觀 我們參考數據 總括而言,折到11月的數據 今年的頭11個月 越南出口了29億美金的成衣產品 和服裝的相關產品 按年都有升到8% 其實 最主要就是 美國的出口額增加了13% 來到143億美元 而歐洲地區也增長了3.1% 來到34億美元 只不過日本有所下跌的 下跌了9.5% 跌到29億美元 所以這三個地區加起來 已經佔了剛剛提到的出口額 三分之二 我們之前內容有說到 現在在越南和中國的邊境 關於青關的問題有所延遲 大家可以看看相片的情況 你會見到 這條公路 已經排好貨櫃車在那條公路上 這裏就看到 根據資料顯示 有4550架貨車 就塞在這個地方 那些貨車司機說 其實他們已經 塞在這裏有10天 有些開了10年 車的貨櫃司機 就說 連年都青關 都總會有些延遲 但今年就是 前所未有的那麼長 那個排隊的情況 因為塞在這裏那麼久 都怕水果會變壞 所以他們 久不久 就要打開櫃 檢查一下水果的情況 是如何 這張相片 你見到 有位貨車司機 就打給他的公司 就說 看看怎樣處理 有些變壞了的生果 那些芒果熟到透了 那這裏你會見到 就在現場煮食 因為住了在這裏10天 所以煮食 都是現場簡缺的 所以有些商人 亦都是過來 售賣他們一些產品 給那些司機 他們就在那裏 即場去煮 坐在那裏開餐 幾個貨車司機 睡覺又如何呢 有些貨櫃車司機 就找些架 如果空間夠大 就掛一張吊床睡覺 幸好那邊 始終天氣 不是太冷 否則很辛苦 現在情況 都相當辛苦 在那裏 要生活成10天 亦都不能洗澡 有些司機 都要用水 抹一下臉 擦一下牙 怎麼辦呢 就是用空調 滴出來的水 來這樣做 至於車停在那裏 其實每天都還有成本 始終你要 起碼保持空調 那車都是用燃料去消耗 根據他們的說法 大概一天都要用65元 左右 5元 也都是因為這樣 很多的水果出口公司 可能面對這個重大問題 因為一來水果爛了 怎麼辦呢 二來你一路 停車消耗的成本 這些都會令到老闆有損失 大家看完照片 就會更加明白到 現場情況現在是怎樣 感受到辛苦的情況 最後報名 新增確診15883宗 比賽日有輕微回升 今集羅容先到這裏 多謝你收聽